大家好 我是狗哥 一个三年比亚迪琴普拉斯行驶了8万公里的车主啊 今天咱们要换一个易损件啊 然后咱们说一下咱们车都换的什么易损件啊 雨滑器换过 然后轮胎换过 其他的易损件好像也没有换过啊 不知道这个座椅和方向盘算不算易损件 这两个反正我是换过了啊 咱们今天就要更换一下 我当时骑车之后的一个脚垫啊 用了一个三年的脚垫 你看现在是什么样子 稀烂的啊 直接把它丢掉 拿出我们新买的脚垫 这脚垫买好久了 一直没有空安装啊 这个就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啊 新空井脚垫 贵到不贵啊 非常的软啊 100多块钱 这就是安装上的效果啊 卡扣的 不知道耐踩不耐踩啊 那100多块钱 抓到这个脚垫之后跟我这个车的座椅 就比较搭配的啊 都是这个 棕色的 其实你看了 我这个副驾驶的 还有后面座椅的 其实都挺好的 但是要换了 一起把它换掉算了 这个副驾驶的 还和新的一样 后面的也和新的一样啊 除了我买车 带着带着一个脚垫那个主驾驶 比较废之外啊 副驾驶还是挺好的 看吧 这个质量其实还挺好 就看一下这套座椅 这套脚垫 这套脚垫的质量怎么样了 现在已经安装完成了 近代使用销火 小心了 就车里面有点脏啊 有没有吸尘器推荐的 就是这套脚的 主意 的